我們開啟這個Dreamweaver之後的話 那要做哪些動作 接下來呢 找到你的網站 那網站我是把它放在桌面上有沒有 解出來有102 所以你要找到102的這個網址的部分 你就把它按右鍵 把它複製一下你的位置 或者將位置 這個什麼 編輯位置 按右鍵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你現在的這一個 這個網站的位置是在桌面上 102的這個資料夾 那首先 特別注意 以後呢你們要做練習之前 一定要先做網站裡面的什麼 新增網站 就我剛剛講的有沒有 新增網站 那新增網站呢 點進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要做 把剛剛那個102的那個資料夾 把它變成一個 我們內部的一個網站 那做法上特別注意 以後開頭的流程都一樣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個的話呢 我給它命名叫102好了 那底下這個網址我先不要給它 因為我沒有要 我沒有一個網站放 所以我先這個地方改一下 我按下一步 102 然後要不要用動態技術呢 還不用所以不 我不要使用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呢 你要把那個檔案放在哪裡 對不對 那你可以瀏覽一下 放在桌面 因為我剛剛是放在 我們把它放在桌面上 解出來這個 有沒有 01的這一個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這一個 102 特別是看到image就停下來了 OK 按選取 這個路徑就是我們剛剛放的路徑 那他說呢 要編輯期間要如何處理 在我的電腦編輯 副本 編輯完再上傳到 建議使用 就用這個就好了 所以 頂多你就是 多做一個動作 選取102的那個資料夾 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他問你說你要怎麼樣連線到遠端伺服器 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 5 不要 把它改成5就好了 沒有 OK 按下一步 好了 以後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新增網站之後呢 主要會改的就是只有一個 給他名稱 1 給名稱 2的話呢 就下一步 下一步這個不要 下一步 這個選一下路徑 然後這個改成5 按下一步 最後呢 按完成 就成功了 那他也會顯示出來 就是說 本機的資訊 102 名稱 這個就102 然後路徑的話 就桌面上的那個路徑 OK 按完成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完成了 新增網站的動作了 OK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去掃描 你資料夾裡面 有多少的檔案 而且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看一下 右下角 有沒有看到 這邊呢 東東會出來了 不過路徑好像有點問題 我看到 這個路徑 這個地方選錯了 少一個 要在選取裡面 你們最後再檢查一下 存放在哪個位置 應該是這個位置 沒錯 選取 有了 那你最後要檢查一下 奇怪 他有時候選的時候 他沒有 少了一個什麼呢 少了102 按下一步 再直接下一步 再完成一下 確定 更新 應該看到的正確 應該是像這樣子 而不是剛剛那樣的狀況 所以呢 如果剛剛 你看到 奇怪 怎麼一堆 一堆其他不相干的東西 那就錯了 你看到的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裡面一定會有個資料夾 就是image 就放圖的 然後一定會有個首頁 就是default 這兩個一定要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話 那你就要怎麼樣呢 再重新到網站裡面的 管理網站裡面 再把它做一個編輯 重新檢查一下 那大部分會有錯 就是下一步 下一步 這個地方會錯 因為剛剛好像漏掉這個 有沒有 102 這個部分 可能再檢查一下 這樣的話 OK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 建置 這個 我們的網站的動作 那接下來 我就要把它開啟 開啟哪一個呢 裡面的首頁 首頁的部分在哪裡呢 就在default.html 我們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哪些動作呢 裡面開起來什麼呢 一片空白 正常的 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們要做出來呢 就是要長得像這個樣子 這邊有一個完成的畫面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裡面的話呢 要有文字 也要有圖 然後呢 上面要有一個標題 再加上這個星號 而且呢 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呢 有個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也要是什麼呢 方形的 OK 好 那這部分的話呢 該怎麼做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請建立一個新的網站 那等一下細節部分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